因為我從年輕的時候,我搞創工 也都跟很多類似你這樣的,比較新年一點的 可是我在政治界遇到比較少 那今天來找你聊是 除了以前在媒體,看到你還有在開銷上課 再加上我現在在參加育委的徵召過程 那我的從政理念 我今天沒有帶我的本書 是在推廣一種對話技術 我把它叫幸福對話 那坊間類似這樣的對話技術有不同的名稱 像是前朝方也有來講過 對對對,這是我來找你的目的 就是非暴力溝通是我目前看到的社會溝通書裡面 最像我的幸福對話的方法 當然在丹麥也有一些他們講的什麼真人圖書館 都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知識的產生不一定要透過書本 而是透過像我們這樣的對話 而且重點是去行動 不是寫一大堆論文 然後去申請預算 那遇到你這樣的 因為我感覺基本上也是偏偏這邊的 現在你可能不會講說你有正當色障 我是沒有正當色障 正當色偏可能偏海盜檔 你在台灣也要偏海盜檔 海盜檔 那我們來操個海盜檔怎麼樣 因為內政部說他是海盜罪 是一個罪名 所以不能拿來創法 之前我們試過兩三次了 這樣子 那我們創一個海盜無罪檔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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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因為你的時間很寶貴 就是說 我是希望不見得同意 透過這樣的對話 透過未來有機會 我的參與 或我們做 來推廣非暴力偷通 很棒 對 那他不一定是對話 可能是一個展演 可能是一個抗議 可能是一個佛衣服的秀 都可以 那他的目的是 讓這個社會 減少對立性、謾罵性 或是讓人家聽了 就很傷害的一些語言 或行動 那 包含蔡總統 也不小心會有這種話 當郭台銘說 你是附加千金 然後呢 蔡總統就回提說 到底是誰比較有資格 代表底層的人說話 其實都是在附加在貼標籤 當然我的貼標籤都不一定是正確的 不是 至少觀眾或聽眾或參與者 大家可以感受一個氣氛 什麼樣的對話是更溫暖的 更可以解決問題 而不是貼標籤批評 或者是情緒吸引他 或者去挖人家 叔叔勃勃啊 小三啊 小六啊 之類的 那在國外 其實這樣的 involvement 眼鏡 很正常 像美國並不是一個 民主對話最成熟的國家 歐洲很多國家 像丹麥、荷蘭、瑞斯啊 他們很多事情 不需要民意代表 在殿堂上討論 他透過像我們今天這樣的社群 還有很多的NGO 跨懷 來共同 還有可能上網上一下 討論那個拉一點點 就是這樣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我跟立委講一下 那所以 這是我來的目的 那請 阿霍老師也許 對你教過我們 或教育老師 也回應一下 是不是有機會怎麼樣分享 好 我現在在那個 蘋果有一個專欄 在蘋果這禮拜一次 是啊 我就會分享 我們最近有過的對話 那像下一次的專欄 應該就會寫說 就是社羊師到底能夠 開一些人用的藥 給華少海 那這個是 之前他們爭執了相當久的一個題目 那我就是靠一次那個五小時的對話 去讓四主 讓收醫師 讓藥師 讓各個不同的注意者等等 都整理出來 他們共同的一個共識 然後就像您說的 重點是 接下來就可以行動 而不是說大家彼此 就是 關鍵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那一場這個 大家最後一個重套 叫做用對話來取代方法 那就是你這樣講的 同一個這個精神 對 所以我們這整個 包含直播 包含事前的訪談 包含這整套的東西 那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有韓國的那個 中文電視台 就是韓國教育 就是電視台 也有來拍 那他們說那個畫面 非常美 他們一起老闆台灣這種 帶來韓國 所以 我是覺得如果只是說素材的話 那我目前主要是用 就是協作會影響自己的音樂 那協作會影大概九成 就是從人間自己提案 有幾個大家可能經過的 通報紙軟體很難用 或者是說 塑膠系維繞實錄的這個 標用等等的這些 那這些部分 其實我們都有 透過這種對話的方式 來進行討論 而且也有熟練書 上的話的一個結果 對 所以這部分我想素材是不缺 那我們也許可以挑 你關心的 一些 我們之前討論過的一些 有些個案 然後也許可以一起來看 怎麼樣 就是個案包裝 什麼 大家更了解的一個 對話的一個行動 所以這是過去的部分 就是我們已經做的 跟接下來會陸續做的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協作會 可能會討論一個 大家一直很關心的 就是 要登山的話 我們本來封閉的地方 可能要開放 那有一些地方 還是沒有開放 可能要申請 要申請就是可以用一個地方 申請的話 甚至主動遞送的方式 而不是像現在各自為者 不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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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登山界之前 政府退出網站之後 大家有不遜於 報學人體的那種讚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所謂會炒的 不是有糖吃 會炒的要進廚房 就是從口庫的炒 變小口庫的廚房 對 所以我們上次那個 所以也要按 其實也有親民黨黨 另外一位朋友 應該是陳志祺 有來同聽 他也是我覺得學到很多 所以我們其實一向都不排斥 就是大家一起來選唱 我一起來包裝我們這樣子的討論案 所以這是我在職位裡面可以做的 太棒了 對 那第二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已經把這樣子的經驗 帶到國外去 對 眼界不是只有台灣 對 所以我們這套方法 像我在經濟學人的一個專欄的文章 接下來在《紐約時報》的文章 然後或者是 我會一群人群事件 去幫我們頒獎跟座邦 但目前大概也都有 我們外交上面的成績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只有 我們辦公室的人來講 其實應該任何人都可以講 所以 像床邦通局 因為您提到 他們好像也要辦 類似古蹟的團會 這樣子一些活動 所以我們上次 就這個主題的座邦 也有翻譯成英文 然後讓他們 就是往外去這樣子擴散 所以我想這套方法 已經到了一個 我覺得還蠻可以 傳播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些 也許我們可以先問之後 太大 對 就是想吉他老師 更清楚一點 對 因為你剛剛說 從你的職務 然後你也說 現在是在做一個協作 對 因為我想說 對話或談話 我不確定 背包裡都怎麼講 我手持 背包很好 對對對 我們說協作意思是 大家分一分 有些是你可以做 有些是我可以做 我們會後就要行動 是 他是以行動作為的一位 就是 會分配責任 是 對 就是我有一位老師 我不確定你有沒有聽過或熟悉 所以因此呢 我剛剛就很 很關心 就是 螳光老師 看起來是用你在行政院 正委的位置 來說明 對 那我相信你比大部分年輕人 是 更有福報 因為 你有這個權力 可以做一些事 像我們講 還要爭取被徵召 還要拼著半天 人家也沒人再理你要講什麼 所以我比較希望正委講得更清楚一點 你的這樣的權柄 所謂的協作 是怎麼做 那你講清楚之後 不管我或任何今天聽這個 video 人都可以知道 原來正委可以做這些事 讓我們認真來提案吧 好 那因為我想參與 我也可以分擔你的工作 或分擔想提案你的工作 同時把我從這裡面講清楚 好的 那我就很快的說明一下 其實 我接下來要講的都在這個網站上 它是 PO.PDI PS 就是我們感動室 點TW 所以只要上去 就可以看到中英文案 我們叫做 Participation Officer 或者開放政府聯絡人 完全指南 請問如果Google搜尋 要怎麼搜尋 就開放政府聯絡人 開放政府聯絡人 開放政府聯絡人 請搜尋 開放政府聯絡人 如果你找協作會議書 不一定也找得到 協作會議也可以 因為政府太聰明 他每次練也穿英文 我怕大家記不起來 我找協作會議 一開始有一個 比較像科普的一邊 部落格 另外就是這個網站 它是一個很詳細的說明 太棒了 所以大概我們很簡單的來講 一個協作會議大概分成六個流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設定議題 我們到底要討論什麼 設定議題 我們目前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你只要找五千的人 到一個叫Join平台上面 去連署提案 再經過我們每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每個月投票通過 這樣他就會直接變成我們協作的議題 所以就五千個月來 而且我們跟公投不一樣 你不需要十八歲 很多很棒的提案都是十六歲 十五歲提出來的 所以到Join平台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由每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自己發掘一些議題 比方說當時報酬軟體卡住 這邊正在連署 但是還沒有到五千人財政部自己做報酬軟體 所以這個不行 我一定要把他們都邀過來 所以是各部會也可以自己提案 大概是這兩個方法 那重點是說 因為我作為政務委員 我主要能夠管的是跨部會的 或者是跨中央地方的 然後社會比較關注的 多元意見分歧的 如果你是這個案子 是一個部會裡面的 一個私屬的 一個科 你就可以處理 他根本不需要跨我們頭痛 那通常這個部會都會自己回覆 可能不會到我這裡來 所以跨部會或至少 在二級機關裡面 跨三級機關 這種比較容易到我們這邊 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是要確認一個分工 確認分工大概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主辦的機關 由他來負責 然後場地啊 聯絡啊 行政啊等等 那另外就是 我們可能有很多協辦的機關 那我們是採取一個 叫病毒挑戰條款 就是說如果你被抓當協辦機關 你覺得說不對 這應該是他才對 那他覺得說沒有 應該是另外一個部會才對 那誰都跑不掉 就會變共同主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不用擔心說 他被一對立交 那反而是滾動到越多的部會 就越多人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這第一部分 就是找到主席辦 那第二個就是 去聯絡提案的朋友 如果你是做連署的話 這個時候主辦警官就會打電話給你 去確認你的訴求是什麼 而且也不只是你嘛 因為在連署裡面 底下會有兩個留言板 一個是支持你的論點 一個是有別的論點 這兩個都可以彼此投票 所以數字最大的 其實是這些充充的這個論點 但這些論點的好處 是他不能彼此回應 所以沒有那個回覆的按鈕 因為有的話 基本上就會開始人生攻擊 這種鐵刀籤啊 放壞就跑出來了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回覆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比較好的論點 所以就是第二步 就是去找到去分工 包含政府內的跟政府外的 而且我在聽你課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說 這樣的平台讓對話者不會針對人 而是針對事 因為當這些人看不出他政黨 看不出他名字 看不出他幸福的時候 只有那些文字可以討論的時候 對 那大家也只好就是論事啦 對 就像那個逐漸減低塑膠吸管 也就是三軍內案 提案的人就叫做 我愛大鄉他想愛我 那這樣子的名字 其實你猜不出他是什麼的 對 最後我們面對運才發現 十六色一個高中女生 那是他的公平作業 公平科老師 公平科老師說 現在有這個平台你可以去提案 在我們今年的教科書裡面 有些版本也把Jong平台 直接寫進教科書裡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平台上面 不重複的人數 不是人次 已經超過一千萬了 所以意思就是 台灣大概兩個人 就有一個在用我們的名字 真的假的 兩個人就有一個 對 我也蠻吃驚的 因為一年多之前 才只有五百萬 所以就表示說 這一年來發了一倍 那有沒有可能 同一個人不同帳號 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但是我們是幫SIMCO 就是幫你的手機號碼 所以當然一個人 也許可以有三個門號 但一個人不會有五千門號 對 代表了一定比例 至少兩個有一個 或三個有一個 之類的 對 因為一個人有好幾個門號 是也沒有很強健 對 而且說他沒有三個門號 是也塞得上好 但是我很難想像 六七十歲 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會使用這個品牌 其實這很容易 因為大部分就是 他在那一群組裡面 看到他朋友來傳 說幫忙支持 按個讚 然後他就連過去 這就跟按個讚一樣 了解 然後他就按個讚 所以其實這個做法 你要提案當然需要的話 很容易切 但你要成為五千人之一 其實是很方便的 一個讚就算這個之一 對 只是說你要做自身的人真 這樣子 謝謝 好 第三個部分就是去做 我們叫做立體分析 跟厲害關係的統一 這個時候就會用到 我們一個叫做 新制圖的一個技術 去把在非高齡溝通裡面 到底哪些是大家 共同的價值 哪些是不同的印象 哪些是沒有對齊的事實 哪些是對人的感受 去一個一個去把它分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能會先陪著 這個主辦入會 先去做訪談 那訪談一次 大概知道立體關係之後 這個會 會再去調動他們的資源 去做更多的訪談 所以就像滾雪球一樣 就是每次我們認識一個人 他說這個議題 還有誰的見解 應該要採訪等等 我們就會慢慢的 甚至從連署人開始就去訪談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現有的民意代表 現有的民間團體等等 他不會覺得我們這個是架空談 而是說他們本來的立場也一起拿來 好有在裡面 對 所以我們這個一直強調是說 我們是讓代益政治運行得更順暢 更能夠反應人民實際的狀態 我們不是跳過了代益政治 因為我們最後討論出什麼 如果需要預算 如果需要修改法案 我們最後還是要到立法院 當然 那如果是地方政府要幹什麼 最後還是要到市議會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並沒有跳過代益政治 我們只是讓各方在議場裡面 可能沒有足夠時間 去了解這件事情 先了解這件事情 全部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是第三個 就是研究議題 那最後第四個 在開會之前 就是要定義一個核心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定的太大 到底想說台灣的位 那只要五小時 五十個小時也講不完 但是如果太細節 變成一個技術性的東西 那其實別人也沒有談的一個興趣 對吧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最困難的就是 在各個方面都放開完畢之後 在大家的討論的範圍裡面 去聚焦到一個 我們在五小時之內 應該可以討論得出解法的方法 那所以 好比像說像 就是獸醫用人藥的那個案子 那或者是像更之前的 就是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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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屋炎的那個案子 像空屋炎的那個案子 我們在幾輪的討論之後 我們在當天 一些都會議當天 就把它調整成 怎麼樣更有效的 讓空屋進入保護市場 所以 不一定是空屋炎 只是一個手段 常常很多提案 使用一個手段 這個手段 不一定那麼可行 那所以我們如果是要 還原到就是 一開始它要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就變得可行許多 所以這是主要的一個目的 所以議題應該是 以解決問題為方向 而不是 而不是特定的解法為方向 懂你意思的 像我再舉一個例子 像之前有一位朋友提案說 要把空情總隊的 配音直升機放到恆春機場 那這個就是一個解法 它解決什麼呢 就是離附近的大醫院很遠 所以它想要當救護車用 可以省時期二十分鐘 那但是 配音直升機要照顧全台灣 你如果放在恆春的話 南邊都沒有什麼人 所以其實不是很合資源的一個廢製 所以我們最後就調整成 怎麼樣讓恆春的醫療資源 包括醫護人的心 可以留在恆春 建立跟在地的物性 而且有足夠的設備 所以最後就是拖了好像兩三億吧 去把在地的紅綠醫院去擴充 所以可能是醫生來恆春指援 而不是人要飛到高雄去 所以像這樣子不預設解決方法 才能夠收斂到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案去 我不曉得可能可以做個示範 就是我一個不懂不懂的提案的人 然後我聽一個議題 那你來回應一下 沒有問題請 比如說我一直主張 就是說台灣民間習俗有關燒紫鉗 燒紫鉗造成空氣汙染的現象 應該徹底改變 那台灣很大 尤其中海部有很多公廟 要再次要改變它 可能會得罪很多地方勢力 那我認為台北市成為首山之區 應該有機會實施某些方案 來杜絕在公共場合焚燒 會造成空氣汙染的之前 那這個議題要怎麼設定 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有處理過一個非常類似 那個提案是請行政院文化部 把金指跟香列為重要的無形文化字牆 以及登陸成為重要的文化字牆 這個跟你的是好像兩個不同的角度 但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就是說以這個香來講好了 我們很多台灣智商的師傅 就跟我們智茶一樣 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但是近來他們也是碰到 就是外來的國外的所產 值得這樣低價的進入宏廟的市場 所以呢它就面臨雙重的威脅 一方面是就像你講的 有環保的因素 但是二方面就是說 它會在市場競爭上面 變成好像沒有人願意來學這門記憶 因為大部分的生產可能都在國外 對 所以後來呢 我們所謂的加值化的這個想法 就是把它從 就是類似像香道啊 香藝啊 就是把它變成一種藝術來做 那它做成藝術來做的好處 就是說 一方面文化部的資源可以進去 那二方面我們都了解到說 茶道不是要你喝一大堆茶 茶道是你能夠品得出茶中間的這個茶藝嘛 那所以香也是一樣的 所以不是說你要燒多少香 而是說你表示你虔誠的方法 是你用很好的 品質很棒的 而且也不太造成空氣污染的 等等的這種香 這個我想回應一下 像我對宗教蠻有研究的 說在日本的高野山 曾延中 台灣偶爾也有這樣的稻廠 它的香是用粉香 而且非常高檔的中藥材 然後那一點點熱熱的火在裡面 有時候甚至它也沒有燒 它只是請你在旁邊 臉香是粉啊 不是一柱香 臉花為臉香的臉是臉一點粉 有時候甚至不用燒的 那燒放一點點 那也有一點中藥味道 甚至在額頭抹一下 完全不會造成空氣污染 那是非常好的 那像我知道法谷山啊 它有推廣甚至它完全不燒香了 有一些地方它們有 可是那個成本高 但是你用的量很少 但是麻煩是你會得罪很多 現在在做中低檔的香材、香料跟成品 零售這些的商品 那些很多已經歡迎 可是零售跟販賣貨賣 零售販賣是一個 對 還有因為甜飲嘛 量還是大 還有你中元節 你不這樣燒得旺旺 你大家覺得好像鬼過來用餐 那當然我是不想移開話題 而是說當我們定議題的時候 像我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再試著定義一下 就是說如果提一個案 它的題目叫做 台北市因全面禁止在公共場合 焚燒造成空氣污染的禁止 禁止要定義清楚 什麼叫禁止 那焚燒造成空氣污染 造成空氣污染就由環保署 將官訪回去訂 那台北市很清楚 那全面禁止公共場合 公共場合很清楚 這個一定會造成反派 對當然啦 因為你沒有創造新的可能性 這是讓一些人的可能性減少的 不然你沒有給他一條出路 但是環保人士啦 像不管在花東來講 他們的設定義題都是這樣 就是他不是給可能性的 他是環保優先 他很明確的看到 你造成環境的破壞 而且還挺嚴重的 金子氏喔 你去問醫生 那我同意 那花東有好幾個環保的案子 他很明確的 他造成海洋污染或生物的污染 環保團體提出的議題 有充足的證據 你這樣做環境污染或是動物或對土 或是砂石或是海洋 有很嚴重的麻煩 不體結法的 對 那當然我現在就要請教說 像我這樣子 類似環保團體的提案方式 對 如何符合 這我現在所要提倡的這個 其實我們很了解這個方式 因為我們本身這個辦公室 是不法佔領者 不法報名 對啊 我們會議的主持團隊 所以這個也都有豐富的承抗經驗 對 那然後甚至像剛剛講的那個 受醫師的那個案子 的主要的我們叫大廠主持人 那之前就是在花東的地球公民基金會 就是去希望能夠停止開發這個 拖關限道等等 所以我想這套思路 我們都非常的熟悉 我們都非常的熟悉 對 那但是就是說 就像剛剛相極禁止的那個案子 我們後來寫作會議是討論三個面向 一個是怎麼樣子去提高產品價值 跟製作者的社會地位 就是所謂的職人 有點像你剛剛講日本的那個狀況 那第二個是說 讓它變成一個文化體驗 旅遊跟教育 因為大批批發的它燒很多的 它賺的那個margin很少 但是如果它可以變成六級的觀光 甚至一些體驗等等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查到的那個 那個行銷方法的話 那這個它的margin會變高 以至於它不要燒到那個量 其實就可以有一定的收入 這第二個嘛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去發展 所有的品牌價值 好比像說 金紙我是沒有那麼熟悉啦 好比像說 可能有一些台灣生產的一些爐子 它是可以在內部完成這個全燃燒 所以它根本不會往外去有任何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它也可以弄得沒有了沒壞的 就是看起來 就那個煙是就是直達電停 但是是就是水燈器什麼之類的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才是我們所謂的 正向的產業上創新 就是說不但解決我們自己的空氣污染問題 而且也可以把這樣子的方式去外銷 到所有正在面臨類似的狀況 因為我們如果只是禁用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外銷禁用這件事 對 但是我們如果現在是說 有點像塑膠吸管 我們鼓勵一看這個渣 咖啡渣 這個各種量可回收生物的分界 那個吸管 那個可以賣啊 可以賣到全世界啊 所以就是說它後面有一個經濟成分 而這個經濟成分 它跟本來的那個經濟比起來 它造成環境社會的外部性是正面的 它本來的是負面的 是 那但是你要讓這些業者有一條路走 所以我們當然會這樣子去 OK 那我們再另外提一個案子 就是說 請中央及台北市政府 加速立法 輔導精子及民間信仰用品 減少空氣污染 增加產品價值 以及拓展高品質 這個就很好 這很好 然後我們就一起做很多方法 就這樣做這樣做 這樣做太多事了 怎樣怎樣 對 就這樣 對 那所以我如果依照這個方向 認真提個案 我相信我部有寫提案 也許你們會採用 也許可以考慮啊 因為像金子吉祥的那個輔導 其實接下來就是上次2017年討論完之後 文化部真的很認真就認定過去了 對 那當然文化部是文化部 那經濟部就是經濟部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技術 也許是需要經濟部的幫忙 所以也許你就自己要 然後你們就有資源 你知道要閒調哪些部會來 就是這個意思嗎 好 那我打斷你 好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定義完核心問題之後 我們就要開會 那開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五小時的會是分成上下兩段 第一段是有點像我們設計思考裡面的發散 就是大家去把各種不同的想法 甚至事實有不同的認清的部分 甚至有些薪酬救援 需要有些情緒性的抒發 都在上一段做完 下一段完之後 可能一起吃個午飯 或者吃個茶點 然後下一段就一起收斂 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共同的問題 解決方案 所以前一段可能還是有點各屬各方 但是後一段就一定是 實際去累積出解決方案來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很多朋友會說 五個小時是不是很長 或者是說有一些理事長 他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一開始來發表 最後一下 或者最後一下講 一句話就可以走 因為他們習慣的公聽會 沒有聚焦 就是各自表述 所以你前面的人 跟後面的人 其實沒有對話到 這有點像是 有時候立委質詢 就是在那麼大的立法院 只有質詢的人 可以抬下一個人 在立法院這個情況 因為他們之間 比較沒有協作的關係 但因為我們注重的是說 不是來講 而是來聽 所以聽完之後 其實如果提早退席的話 那你的想法 就沒有辦法進入解決方案 因為這個解決方案 是有去處理的 各個部會都一定要來恢復 就是像有沒有參賽等等 所以這是可能的方案 所以第六個部分 就是納入政策 有一些是行政院這個層級 就已經在關係的 有些別的政委也在關係 像之前 漁港跟商港 要開放哪些不影響 船進出的地方調理 那這個我們協作會議 當然有確認出一些原則 但是其他還是要很多地方政府來盤點 就是我們跟張智慎的政委辦公室 一起合作 做這件事情 然後未來登山的可能也是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他有別的政委 正在關注 我們也會跟別的政委辦公室 達到這樣子的合作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他是單一部會 或者是一兩個部會 就可以解決的 那我們辦公室就會去要求這些部會 在兩個月之內 去把所有的參賽部分 讓所有其他人知道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太棒了 對 這整個過程 就是我的一個理想 那就是我覺得在歐洲 有些小國的社會是充分展現 它也不一定要這麼結構化 他們鄉里就想一想說 這個公園要不要蓋 討論討論 贊成要蓋往右邊走 贊成不蓋往左邊走 然後有衝突 再坐下來再討論討論 其實我們今年開始 那個國發會推動的地方創生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感覺 它有點像參與區預算 但是是地方產官學研設 自己用你剛剛講的方法 然後一起往國發會 從區工作來提壓 真的 這個是 像我這邊是全國型的 但這邊就非常地方型 對 我這邊主要是全國跟國際的結尾 但地方創生是往下紮 地方創生 對叫地方創生 所以我想去瞭解文山區跟南中正區的地方創生 對 那我在網路上搜尋地方創生中心還是 地方創生它是叫做地方創生願景 願景 所以你如果要找地方創生的 好像叫做願景 或願景共識會議 你就會看到它的會紀錄 所以如果有人提案的話 那它就會投在網路上 那當然年底國發會應該會有一個類似 就是今年因為第一年嘛 所有的提案的這個大集合 會有一個類似展覽會這樣 那也很歡迎大家在講 太棒太棒了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文山區 大家很關心有一個台電大樓啊 或是國發院啊 或只有兩條捷運聽說要蓋 是的 或者是南中正區有很多古蹟嘛 西州安啊等等 是的 或者是說有一些什麼 微老重建等等 大家關心的十一住行娛樂教育等等 理論上聽起來是區公所 區公所就會知道的 對 然後 任何人都可以發起 但是區公所必須要做非議員 對 但是我發起的就是投案對象 是哪地方投案對象 還是你們這邊 那個是區公所 所以我 跟以前社造非常不一樣 以前社造就是在社區宽展協會 或者是旁邊的一些大群 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區公所完全不知道 對 但是這邊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讓區公所來主導 了解 所以如果我有機會去打1999 或直接問我在區公所 沒錯 問說現在有沒有人在提地方重新提案 這樣子 那我說我想提案應該接哪個單位 他會幫我轉到 對 他會幫你轉到區公所裡面 會有一個懲罰人 他在國發會裡面會有一個對應的懲罰人 那很棒耶 而且是今年第一年 這是今年第一年 這個對民主建制是不可不缺的 對 如果民主只有我們電視上罵還罵去 大概台灣民主就會破裂掉 確實 是啊 那現在已經有這種現象 美國也有點這樣的現象 對 那如果您還有很多人現在在做這件事 做得越來越好 然後加上網路的這個力量 對 很快大家亂找就有些人會跳出來 對 地方創生我當然幫忙宣傳 但是主要還是國發會的朋友 是是是 那但是地方創生有一個很好的 我們自己也有在用的 就是它有一個地方創生的資料庫 所以以文山區來講 你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到 文山區的 人口所得經濟產業 交通觀光土地住宅 環境教育文化 社福醫療等等這個指標 所以當你要做一個願景討論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憑空的來討論 你可以說我們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它比較人口結構老化 消長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一定是一個區的問題 我們可以只看說 在這個 這邊 它有一個加號 出生率很多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在它附近的出生率 就是多高或者是多低 甚至它放在旁邊 這邊都出生率比較高 這邊都沒有讓生效 那裡面每一個統計資料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甚至整理成簡報 甚至變成一個大家討論的過程 那因為以前 常常這種層級的討論 區的討論很容易憑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鄰居都翻走了 這邊礦物率一定很高 我覺得什麼什麼之類 但是有這樣客觀的數據的話 那才比較真的能夠來定出共同的願景 太棒了 對 那有一些議題 我不確定是要往區公所提供 或往這邊提供 比如說因為我現在是 心理智商研究所的學生 那我號稱是未來的心理師立委 那我會號稱啦 因為還沒選到立委 還沒當上心理師 OK 那我很關心民眾的身心健康 那就一定會帶到健保給付這件事 那最近呢 我的老師 因為我是政大基管系人 我的老師 賴斯堡老師 他也是我的對手 他也是我的對手 我沒有要幹掉的老師喔 老師辛苦了 老師加油 對對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的老師主張 那個 雖然他策案 他主張說 那個 大陸的配偶 娘家那邊 大陸的親戚 可以來台灣享用健保 那大家社會 齊聲反彈啦 那我也是加入反彈的行列 那最近也爆出來很多 這個大陸人的 配偶的表姊表妹之類 來濫用或盜用我們的健保資源 等等 除了這個議題之外 還有很多健保的議題 比如說CRDMRD 感冒野策啊什麼 一下子就167議就沒了 像這種健保議題 顯然是要跟您這邊 那邊或是中央哪邊 最好的議題比較特殊 就是他們有一個 叫做共鳴會議 共同一定會議 對 那他的透明的程度也是很高的 也有主字記錄 也有這些東西 那但是最大的一個差別是說 他的提案權 是在各個不同 像心理事有心理事的 會議等等 就是說他是在傳統的代表程序 不是這樣的人都可以提 所以在我剛剛講的協作會議裡面 也有中央平台 也有湊到五千人 有一個案子是 加護病房的營養師 說他在支援加護病房的時候 沒有能夠健保點數給付 但是別人都有 為什麼知道他沒有 所以他在這邊提案 也到了五千人 但是呢 我們就沒有自己去開協作會議 沒錯 因為健保署告訴我們說 已經有一個共鳴會議 所以就直接邀這位提案人 他本身就是營養師 直接到共鳴會議去說明 最後共鳴會議的結果出來 民主自告也公開了 在7月25號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說 從明年開始 在健保裡面就納入 這樣子的寄附跟電數 那最大的好處就是 他不用在疊床加護去開別的 形式的會議 他可以直接進入健保署 儀佑的程序 這我很感到 但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這個我了解 現況是如此 我個人認為這是 台灣民主的瑕疵 那你怎麼說 因為提案權如果是在一些結構性的民間團會 我們在西方把它叫協商式民主 大陸也是協商式民主 就是說 當然歐洲的協商式民主 跟大陸不見得一樣 那我們以大陸為例 他就是把各派系、公會、各黨 勞民團體等等 全部叫來 等他的老大叫來 看看你們有什麼意見 但是這些團體事實上 都被當權者的相關人把持 大概心理事協會就是這樣子 我滿確定就是這樣子 那大概有結構性的衝突 比如說醫師體制跟輔導體制 或是非醫師體制 是有很多利益相關人的差異 其實藉由唐鳳老師剛剛的理論 其實也可以幫他們 把各個利益團體帶進去 確實 就是說 像我們在協作會議當天 在授飲用人家的規面 我們就看到一個叫做 青年藥事協會的代表 然後跟藥事協會的代表 對 那當然網友就會問說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是不是會有老年藥事協會 重年藥事協會 之類的 但是他結果可能就是如您所說 對 那但是我覺得說 一方面是台灣跟PRC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結會解釋 是完全開放的 那種心理師協會完全被打指 但是那是因為那是特學的產業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現在有一些年輕的心理師 他想要組成青年心理師協會 會被打壓 會被打壓 但是人他法並沒有禁止你組成這個協會 應該是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跟PRC還是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他們可以透過非常規方法 去讓這個協會他們組不起來 那但是我們當然組起來之後會有政治壓力 這個我完全同意 但是他並沒有 我們從法律上並沒有說 只能有一個心理師為主的協會 那像我們公務員也有那個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的協會 對 對 那那個也不能算是公務會 因為公務員理論上不能組公會 對 所以就是說透過人團的方式 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模樣的聯繫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是要挑戰 比如說健保公體會議 這樣子的一種程序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反而不是一開始就提一個 很明確是在健保公體會議的法定決策範圍裡 因為那樣子其實是 跌雙駕屋 跌雙駕屋這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要取得社會正當性 那你就需要一個很不正當的他們做的事情 但其實公務員會做的還不錯 對 那就是 就像這個 你說大老把持也許 但是至少他沒有做到像 我自己之前2015年的時候 當時不是說所謂A箱課綱嗎 就是課程發展委員會 他們有一個臨時的小組 那名字跟發言都不公開 然後就做了一個微調 這個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然後就造成高中社的反對 那那個之後他們就不得不去修改 變成是課發會要公開 課程會要公開 課程會要納入家長跟學生的代表 那是因為本來那個正當性一下掉到谷底了 但是在這邊正當性還沒有掉到谷底 或者應該也不要掉到谷底比較好 比較好是說你去補充它 而不是你去取代它 所以也許你提一個 它跟健保體肤不直接有關係 那比較像練兵的這樣的方式 然後大家來中一平台 進行報告 就好像新加坡政府 他其實體制內很多事情都做得不錯 所以你反對黨或者是想要當暴敏的人 找不到下手點 而且很容易幾個人就被聘盡政府 哈哈哈哈 沒錯 那所以我蠻同意唐鳳老師的看法 那我不知道今天時間還有多少 我想我們本來布施到4點 現在4點 還有13分鐘 對 所以我想說13分鐘來說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不敢說分享 就是說因為我是來建立合作的 那唐鳳老師是蠻特別的一個 要怎麼講 人 Creature 生物 生物 也沒有起始之物 對 很特別很特別 如果你的感官、聽覺、視覺夠快的話 然後參與這樣的對話 會有很多的啟發 如果你的感官跟聽覺慢一點 我們可以講慢一點 會講清楚一點 Youtube是平用的 大概0.7 OK OK 那我就是深受啟發之外 希望有所合作 那今天聽到這邊 是有很具體的合作課 那同時我在參加 南中正文山區的 立委的擬參選過程 我在登記日之前 就才會決定 要選或不選 因為我沒有一定要跟他 我當然希望民進黨提名 可是民進黨在文山區 考驗他的蠻多的 那他要用強勢壓著我 騙著他的東西 當然不舒服 那這就叫對話 那開起來民進黨 至少公開來講 沒有像我們剛剛這樣的對話習慣 國民黨也是 那我把這叫民粹 民進黨以前很民粹 現在國民黨學會了 那希望有中間人 讓這個民粹一起改善 那這是我個人現在組織的理念 我認為跟非暴力溝通 跟唐鳳老師所講的這個理念是相合的 那也請唐鳳老師幫我conclude一下 好啊 不過對不起 剛剛說明進黨區域 立委還在討論 可是我們最近看新聞 都說好像已經端出方案了 對 今天的新聞和昨天的新聞 下午的新聞 第八選區就是我的選區 王敏昇 不是 又不是 他要兩三折 他要兩三折 那我們就簡單 我想我是滿中立的詮釋 就是說 因為我是Nobody 也許基層因為我有一些長輩 什麼做里長什麼 有些實力 是 那基層跟中央不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提了很多 感覺形象很好的 可跟基層沒有關係的人 比如說 無乃人的姿子 We know 很優秀 是 可是你派他到文山南中鎮 基層會打問號 那現在派一個謝沛君 謝沛什麼 謝沛芬 不過他不是這個地方 是 他確定 你看看 是嗎 真的 善起萬別 他是 吳怡農派到中山去了 然後謝沛君 8月10日入黨派過來 那這些 那不是大安 不是 大安派的一個男生 真的 這應該我密切觀察 所以我的詮釋是這樣 我也讓有心從真的朋友 我對派系運作正常運作很熟 我的實力還好 沒有很近 可是我對正常運作派系運作沒有興趣 那麼他們現在派系人是在試探水溫 然後這些也都是中央看好的新人 希望他未來來選議員或選立委 然後在台北市樂區成為民進黨未來的明星 可是我不是他們這樣看重的人 OK 因為我跟你們講的怨言不深 OK 那因此他們中間沒有特別理會我 雖然我在地方已經跟你們很久了 了解 了解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由時報有三篇文章 一篇是你提名許淑華 跟有一個女生叫什麼 就是之前反對姚恩志 然後後來那是什麼高嘉瑜 這兩個確定 許淑華那邊還要不要喬我不確定 就是民進黨會派一個他們覺得 比較像民進黨的人 形象也不錯 然後去跟第三勢力 或者任何非國民黨的人來 抵一下碰一下 現在我就是在被碰的過程 所以其實你覺得這是一個放話試探 測水溫 放話太難聽了 報紙是寫說試探 測試 確實因為今天他們終止會並沒有做清楚 對 所以他沒有終止決議的意思就是說 之前那幾個版本都是分別試試看 對分別試試看 那這個可以理解的 終於我可以理解 但是從對話的角度來講 試探就是一個很差的對話角度 因為我很愛你文化試探 我理解 對不對 那還要先扣一下 扣一下 然後看看你手機 這沒有意思嗎 果然是律師的觀點 是是是 我對兩性 用在政治上是一個專長 那拉回來就是說 比如說 你剛剛講第八選區 沒有確定 然後我自己不會放棄 我會選到底 可是台派不能分裂 全國的台派都不能分裂 但什麼叫台派還講清楚 不是你號稱台派就是台派 民進黨也不能代表台派 所以這叫對話 那今天就是回應老師就是 沒有確定 民進黨這張實在沒有確定 他沒打電話跟我說確定 報紙怎麼看到 我覺得這都試探 改建他們給我學習的過程 只是我不認為他們比我容易勝選 那我的實力是暫時大家看不到的 可是給我一點時間 我覺得大家會看不到 OK這樣了解了 好 那就很歡迎我們來做一台提案 好 那我們提案好像11月11號 就會暫時進入休眠期 因為就是選舉期間了 所以我們這種直接的審議值跟待議值 還是有一個時間上的區分 但是因為通常我們要進入連署 大概也要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到5000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11月11號以前就到5000人的話 然後我們會推算 可能9月11左右就要開始提出 那我們很需要這個影像 我們事後是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對 就在我們PVS的channel 就是YouTube上 那我想我們這邊 這個小朋友會把Email給你們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老師謝謝 唉唷我們不太大力了 謝謝 謝謝